哈喽宝宝们 我是你们彤彤老师 今天啊我们要学习的内容特别的有意思 它是咱们三年级举一反三第34周的内容 这一周呢我们要说到的是简单推理的第二部分 和咱们原来关于图形的推理不一样 今天更多的问题呢是像讲故事一样的 就是你要来做一个小侦探来帮着我们进行推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彤彤老师先看好大家 我们说小蓝小明英字和小凡 这有四个小朋友了 这四个小朋友呢画鸡 每一个人呢画一只 注意有花公鸡 这是花公鸡 有白公鸡 有花母鸡 有白母鸡 现在呢已知小蓝画的鸡正在提名报小对吧 他和小明画的呢都是花的 英子和小明画的鸡都是母鸡 你知不知道白公鸡是谁画的呢 这种问题是不是给了你很多很多的条件 对吗 要让你来进行判断 要下一个结论 那像这样的问题简单的来说 就是咱们会说到这个逻辑推理 或者说是简单推理的问题了 那么在这里边我们怎么判断 其实方法很多 更多的需要大家耐心一些 好好的整理条件 第一句话 说小蓝画的鸡呢正在这个 爆小对吧 那只有公鸡 还是母鸡会爆小 早上会狗狗狗的那是谁 那是公鸡对吧 所以我能知道小蓝画的首先是公鸡 它一定画的是公鸡 那么接下来呢 小蓝和小明画的鸡都是花的 所以你就知道了 原来小蓝画的是一只花公鸡 你看这样咱们是不是就确定好了 对吗 我读完题以后 我发现这个条件 能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 我就把它确定好了 接下来你看啊 小蓝和小明画的鸡都是花的 其中小蓝画的是花公鸡 那么小明只能画的是花母鸡了吧 对吧 因为四个小朋友分别画了一只鸡 接下来呢 英子和小明画的鸡都是母鸡 小明画的是母鸡 那英子画的也是母鸡 所以只能画的是白母鸡了 那你来找一找白公鸡是谁画的 是不是就是咱们说小蓝画的 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吧 所以亲爱的宝贝们 像类似这样的哈 就是我们要学习到的简单推理的问题 它其实呢 并不需要很复杂的计算 更多的是需要大家合理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 好 当然了我们在今天这一讲里面会告诉大家很多关于简单推理的技巧 你要认真学习了 好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注意啊这个是今天说到的简单推理的重要内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王牌立体的练习了 第一道 请看说红红匆匆匆啊都戴着太阳帽去郊游 他们戴的帽子一个是红色一个是黄色一个是蓝色的 那只知道红红呢没戴黄色的帽子 匆匆既没戴黄色的也没戴蓝色的 请你来判断红红匆匆和影音分别戴的是什么颜色的帽子 其实如果对这个条件比较敏感的同学已经能够找到答案了 如果你说老师我觉得还有点麻烦 对于这种超过了三行的文字我就已经觉得头疼了 如果你是这样情况的话 你可以拿着笔自己来画一下 梳理一下题目里边的关键信息 好吗我们来看这里边有几个人 他们分别是红红 还有谁呢 还有匆匆 还有还有谁啊 还有是尹银对不对 好这三个小朋友 我们要判断他们戴的分别是红色的帽子呢 还是黄色的帽子呢 还是蓝色的帽子 来咱们来判断一下哈 宝宝们请看了 第一句话说 知道的是红红没戴黄色的帽子 你说老师红红没戴黄色的那红红戴的可能是红色 也可能是蓝色 你能判断出来吗 我不能判断出来是不是 所以我们先往后再走一走 接下来说到的是匆匆 匆匆既没戴黄色也没戴蓝色 诶 能判断了吗 能判断了 所以这一句话非常的关键 他既没有戴黄色也没有戴蓝色 所以很明显 匆匆戴的是不是就是红色 那当我们已知这个条件之后再反过去看 你说红红他还可能戴红色的吗 不行了 红到一块去了是不是 而且不能和匆匆强帽子呀 他没有戴红色 他也没有戴黄色是不是 那么只能判断出来 他只能戴的就是蓝色的帽子了 所以剩下的影影戴的就应该是黄色的帽子 这样我们的问题其实解决的就很清楚了 从这一个问里边呢 彤彤老师想跟大家提醒的就是 我们有些时候你会看起来条件非常的多 但其实呢 在我们认真筛选之后 你就能够找到他的关键信息了 所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梳理条件 找到关键信息以后 利用排除的方法得到最后的答案 比如说我们刚才是不是就把匆匆的 那两种颜色的帽子排除了 剩下了一个正确的答案 所以注意了排除法是我们在解决简单推理问题里边一种常用的方法 好那么他搞定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道王牌立体 在这一个问里边说到一个正方体有六个面很清楚 前面后面上面下面左面右面是不是 那每一个面呢都给他涂上的是分别涂有红绿黄白蓝黑六种颜色一个面一种颜色你能不能根据下面这个正方体的三种不同摆法就同样的正方体哈只不过摆的方法不相同了那请你判断出来正方体每一种颜色的对面是什么颜色呢 那么对于像这样的问题咱们怎么解决 你们老师对面我看不着比如说正面对着的那一面我看不见 上面对着的这个下面我也看不见 右面对着的左面我仍然看不见 对于像这样我看不见的面去进行判断的话 我觉得会有难度那我可以怎么办呢 宝贝们正难反译 如果你觉得对面不好判断 不妨让我们去想一想和对面对应着的那就是什么面能看得见 像这样挨在一块对吧 他们有公共棱的这样的面 它是相邻的面吧 对面我看不见 但是邻面我能看得见呢 我再强调一下什么叫做邻面 你看啊 比如说和红色相邻的面是什么 黑色和红色中间是不是有一条公共的棱 他们俩是不是就相邻的面 对吗 白色和红色呢也是相邻的面 你说老师是我明白了 那我能看见相邻的面有什么用 那亲爱的孩子们 你们不如再想一下 对面看不见 但我能看见邻面的话 是他的邻面还可能是他的对面吗 这就不可能了 所以我们不妨用排除的这个思路 然后正难反译从反面去进行思考 我们来看 比如在这里面出现的 红色出现了两次 对吧 那么红色的邻面有哪些呢 来找找他有谁 黑色是他的邻面 所以黑色不可能是他的对面 白色也是红色的邻面 白色不可能是红色的对面 在这里边黄色也是红色的邻面 绿色呢仍然是红色的邻面 所以红色的对面 这四种颜色都不可能了 只可能是谁 只可能是蓝色 这一组咱们也就找到了 红对蓝 好 接下来让我们再找一找 我们再找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考虑哈 出现的次数比较多的这种颜色 比如在这里面 我们还会考虑到白色 你来看白色和谁相邻呢 红和黑对吧 所以红色和黑色都不会是白色的对面了 再来看这里 它和黄和蓝也是相邻的 也是邻面 对吧 所以从这我就能够看得出来 白色的邻面有这四种颜色 说明它的对面 肯定不是这四种颜色 那只能是剩下的绿色了 因此白对绿 说老师我还用再这么判断吗 不用了 六种颜色已经判断出来了 其中四种 只剩下了谁 黄色和咱们的黑色 是不是 所以我就能知道红对蓝 白对绿 黄对的是黑 这样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你看一下 这个题目咱们用到什么方法 从反面思考的方法 这也是咱们在解决简单推理里边常用的方法了 好 那么这道题说完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第三道王牌立题 题目说 小明妈妈的笔记本开机密码是一个六位数 只知道这个密码的开头还有结尾的数字 分别是六和七 并且呢 咱们知道这个六位数密码每相邻 三个数字之和是十六 这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现在让我们破译这个密码 你会吗 来咱们试一下 好不好 首先让我们根据条件来梳理它的信息 反复的进行推理啊 六位数 可以吧 现在知道的是首位数字和末位数字 还知道什么 任意三个相邻的数字之和是十六 那你能算出什么 说老师找三个相邻的数字 他们的和是十六 比如说我就找前三个 这三个的和是十六 那么这两个数的和应该是十 可是相加等于十的数多不多 太多 你能确定是哪一组吗 不行啊 我要破译密码的 不是随便的数都行的 是不是 所以这时候能做吗 不能做 你说同学说老师第二题太难了 不要放弃哈 你来想一想 咱们退一步 我虽然不知道这两个数是几 但是我一定能知道的是 这两个数的和是不是应该是十 没问题吧 好了孩子们 如果你知道这两个数的和是十 虽然这两个数是几不知道 但是请问这个数应该是几 说了任意三个相邻的数 它的和都应该是十六 所以这三个数加起来仍然是十六吧 那十加几等于十六只能是六了吧 对不对 当我们确定好它之后再往下走 哎呀那六加几加七等于十六呢 很自然 三是不是就能确定了 同学说老师 你这是确定了 可是我中间这两个数还是没法确定呢 千万别着急 我们说过了 哎任意三个数的和都是十六 那你往前找一找呀 六加三再加它是不是还是等于十六 所以这里就应该是七 同样的 这儿就应该是三了 你看题目是不是就做出来了 而且很神奇 它正好是周期对吧 像这样的数正好是一个周期 那么我们做这样问题的时候呢 其实彤彤老师要提醒大家就是用题目里的计算信息 你啊来做一做 做的时候呢 哪怕你不能得到一个具体的数 你都可以通过这个信息再往下接着分析 反复得到它的解题线索 所以做题 千万别着急 好吗 好了那么这个问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一个反复推理的这个小技巧 就千万别放弃 是不是 你不能说老师 我这一下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 我就放弃了 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往下面看一下 感觉 看啊 看是哪一て的 解决可 shove 解决